当债务人无力偿还,债权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便会依法拍卖债务人名下的不动产 购买的法拍屋是否一定要到地震机关办理登记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OOPS地震 我是维维 当债务人无力偿还房贷、卡费或是税费等等债务时 债权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便会依法拍卖债务人名下的不动产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法拍屋 在司法院的网站上 就可以找到各地方法院的拍卖物件资料 常常遇到许多民众购买的法拍屋 却不确定是否一定要到地震机关办理登记 答案是要的哦 可是法院发给我的不动产权利移转证书 上面写我领到这张之后 就取得不动产所有群雷 依据民法的规定 不动产非经登记不得处分 也就是说必须要到地震机关办理登记 日后才能再办理移转过户或是设定抵押哦 什么 那我要赶快带来这张证书 去地震机关办理登记了 等一下 依据税捐机证法的规定 还必须先到税捐处办理弃税申报 以及查欠工程受益费 买卖房屋是依照 房屋评定标准价格的6%来寄收弃税 假如法院判定的价格 低于房屋评定标准价格 则可以依照法院判定的价格来寄收哦 另外 倘若该房地依法因政府工程有直接受益 才需缴纳工程受益费 至于办理一般买卖时 所需要缴纳的土地增值税 欠缴的地价税及房屋税 都已经依法从购买法拍物的价金中扣缴咯 那我还需要准备什么资料啊 带着身份证明文件印章 到地震机关填写好登记申请书 并将全力以转证书证引本 以及契税完税证明一同送件 就可以等着领心全壮咯 提醒大家 记得要在不动产权利益转证书 合发日期30日内 完成气垂申报以及拍卖登记 免免受罚哦 啊我购买的法拍物在其他县市 也能够就近在新北市办理吗 可以哦 自109年7月1日起 拍卖这项登记原因 已经纳入了跨县市办理的项目之一 直接为您省去往返办理的时间跟金钱 就甘心耶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出去 我们下次见 拜拜